接下來的東西,將來還有哪些地方可以再修改的 包含就是說 這個查詢應該可以理解吧,就是查的話是查這一欄 所以我錄製的時候是錄這一欄 將來如果你要查別的欄,比如說姓名 會員的姓名,你就是 重新再查,然後 也許你就變更一下 那裡面,將來如果你把 這個範例要用在其他地方上面 特別注意你只要修改幾個地方 1,這個range 因為我們的range是 A A欄到K欄 然後呢,列應該是到207列 所以以後這個列數呢,假如會變動的話 你可能要想一下這個列數 也可以怎麼樣,改成變動的 我們剛剛有講過啦,其實如果說你這個207 假如會變動的話 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怎麼樣,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一個r 這個r等於什麼呢 由A1 去偵測 有沒有 刮弧 這個地方可以用A1向下去偵測 那做法跟前面都一樣 這個蠻重要的 所以一定要 熟練 然後 其實這個地方就是 讓他向下去抓 抓到那個列 是哪一列嘛 對不對 那我就知道說 這個最下面那一列是 207 不過 這個207 可能會因為你這個會員系統 增加了一些人進來 那這個數字一定會變動 那以後如果你還是207的話 那不對啊 那這樣子將來怎麼樣 那就 會查到 只是最舊的資料 新的資料就查不到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以把這個地方增加一個r 這個r將來 可以把它放到 207的後面 控一格 and 控一格r就可以了 這個寫法 我想跟剛剛那個是很像的 只是說我們剛剛那個是 把這個放到這邊來 感覺很長 我是把它分兩行寫 那你可以寫一行寫兩行都沒關係 我這樣的寫法 應該可以理解 這個是第一個 將來的範圍可能會變動 如果說你將來用在 別的地方要查別的資料的話 你可以看 他 最右邊的欄 欄是不是K欄 如果不是你可以再去 變動一下 這樣的話呢 第一個 範圍就沒問題了 其他地方也可以用了 第二個的話呢篩選 Field 特別重要這個Field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是你要查的是第幾欄 那因為在這裡 最一 是第十欄 所以呢 將來如果你要查第十欄 那OK 可是如果你將來要查的那一欄 不是在第十欄 那你可以改一下 你也許你要查第1欄 那就把它改成1就可以了 那他就會去針對什麼 你的第1欄 去給條件 幫你查出來 所以將來你這個地址查詢 還可以改成什麼 會員姓名的查詢 沒問題啦 把這個 這個Field應該知道吧 Field指的是欄喔 我們這邊追剛好是10 所以這個是10 如果你要查姓名 那就是1吧 意思類推啦 反正看你要查哪一欄 所以可能會變動的是第一個 範圍 那我們可以把它改成自動去抓 第二個的話你就是改一個欄數 然後面的話是關鍵字 然後再來其他應該不用 Ctrl 去不向又向下這個都固定的 再來複製 更改名稱 這個都沒有問題 所以不需要去變動 大概是 會有 兩個地方需要更動 所以我剛剛改了這個東西 各位等一下也可以把它改上去 第1個 第2個的話呢 那我們在 把它執行過 不過 請各位看一下 因為我剛剛有把一個東西改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一下 你如果把按鈕加上去之後 我把這個 改為原來的 原來是大小位置 隨意儲存格變 那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因為你篩選的時候 它那個 儲存格 會被壓縮 所以我們就查詢好了 假設我今天查 一樣查 查其他的 比如說在要查仁愛錄 按確定 有存在 刪掉 重新抓 回來之後你會發現一個問題 按鈕不見了 有沒有發現 原來的按鈕呢 變一條線 有沒有 一條線 為什麼呢 因為 你篩選的時候 然後 它那個 除塵格 會壓縮高度 這個有沒有看出來 這邊有按鈕嗎 所以 這個可能要 再把它拉回來 可能要這樣拉回來 他又恢復了 OK 可是不對啊 如果你每一次 查一次 按鈕要再調一下 位置 這好像似乎不合理 但是 一般書裡面 沒特別 特別提到這個 後來是 找了一下功能 想說應該有個地方可以改 按右鍵 物件格式 這邊有個物件格式 所以將來 如果說你類似 在做查詢系統 你加了按鈕之後 它變形了 請記住 按右鍵 在那個 物件的格式裡面 摘要資訊裡面 請你把什麼 大小位置 本來會隨著 那個 儲存格的高度 而改變 然後呢 改成下面這個 大小位置 不隨儲存格改變 改這個 這樣的話呢 你的那個按鈕就不會 就突然就那個 又變形了 OK 改完之後 這個應該就 很OK了 如果查 看看 剛剛會變形 按確定 要刪掉 有沒有 它還是在 所以這功能還蠻重要 不然你就漏掉一個功能 將來做完 奇怪 按鈕不見了 其實不是不見 是變形了 這樣的話呢 至少可以確保 你的按鈕 按下去 沒有太多的問題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 試試看好了 按鈕部分 來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最後的話 因為我們 差不多今天 是最後一次上課了 所有的 這八次上課的影片檔 或者是相關的參考 我都把它放論壇 還有就是說 那個 相關的雲端資源 請各位就自行備份 那裡面的話 當然 八次上課要把很多東西 講完 其實是有一點困難的 所以 我是建議 這邊有幾本 參考用書 包含 你們的 函數數養 如果不太夠的話 請各位 可以參考 我覺得這本 468招 它裡面包含九種 函數 如果你可以把這些 都把它 拿來練過的話 我相信 函數部分應該OK 那 我在那個 進階或者其他地方上課 我有把 這些 更進階的函數 如何轉換成VBA 部分有在做說明 然後還有像 如果你的VBA素養 不太夠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這本 Excel VBA 一點都不難 OK 然後他講 快速可以搞定所有的報表 如果你對於 再延續的進階的 資料 不太熟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 看這本書 那主要我們這一 這一系列 這八次上課的主要 核心 重點 主要在這三個方向 主要不外乎就是 函數 跟VBA的入門 再來就是 把Excel當資料庫使用 那這些東西 需要花非常多的時間 那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 所以我盡可能的把 一些實際上會發生的問題 用範例的方式 讓大家了解 如果之後呢 假如各位有一些相關的問題 我是建議 你可以 最好整理一個 也許你有相關的範例檔 然後你給我 我也許可以 再用範例的方式 補充 所以你們可以在 雲端白板裡面呢 可以看到這個 其他補充範例裡面 還有很多其他就是 有同學問的 我是覺得這問題不錯的 把它放在入門 進階 或者其他的 這個裡面 也許你們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把它 裡面打開來看一下 OK啦 那我們這一期的課程 大概就到這裡 之後如果有問題的話 當然歡迎各位 可以把問題再提出來 OK 那今天的話 我們就 先到這裡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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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